嗨各位网友大家好 作为古风中国2012年的鸭柔神作 万众期待的古风i5目前已经开始预售了 而今天呢 这个视频则是将部分古风i5的炫酷功能做一个小节 希望通过这个视频能让大家更加的了解到古风i5的独特魅力 当我们打开古风i5时会发现 在主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白色的点 而这个点呢还能够随意的拖动 但无论你拖到哪个位置 它都会自动吸附到最近的屏幕边缘 那么这个淘气的点 就是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古风i5全新功能 Easy Touch 当我们点击一下Easy Touch 它就可以弹出一个菜单 在这个菜单里我们可以看到五个功能图标 下面呢就给大家逐个演示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看设置 在设置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手机的功能调节开关 比如屏幕的亮度调节 齐全而又简单 点击应用程序 我们就可以看到手机所有的程序列表 一目了然 那么想回到iOS界面怎么办 点击主屏幕就好 再来看看常用 在这个菜单里我们可以添加一些常用的程序 点击加号就能进入程序列表 选择一个添加就OK了 最后呢看看锁屏 当点击这个图标后 我们就能将手机锁住 小小的一个点却有着如此实用的功能 简单应用的同时还能够减少手机实体按键的损耗 怎么样给力吧 那么在使用手机程序时 我们往往会碰到某些需要记录保存下来的地方 或者是某个游戏精彩的画面 想拿去和朋友分享 怎么办呢 古风i5的内置截屏功能 绝对是解决这一需求的最佳工具 我们只需要同时按住电源开关键 以及Home键一至三秒钟 那么系统呢 就会将这个画面截取出来 并自动保存到照片库里 非常的实用方便 另外 后台运行作为当机智能手机的特性之一 虽然让用户的操作更为便捷 但同时呢 却占用了大量的运行内存 导致手机运行缓慢 而任务管理器却能够轻松解决这一状况 我们只需要双击古风i5的Home键 就能够弹出任务管理器 长按图标三秒 再轻轻一点 就能够迅速关闭后台运行的程序 简单又实用 语音助理作为苹果手机的一大卖点之一 的确吸引了不少用户的关注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看古风i5的语音助理表现怎么样 长按后面键三秒钟就能够打开古风i5的语音助理 然后点击屏幕下方的麦克风图标 出现提示后 发出语音指令 打电话给中国移动 播放音乐 摆动一下 2012世界末日 通过视频大家可以看到 古风i5的语音助理事变运了非常的高 反应呢 也很迅速 怎么样 有没有跃跃一试的冲动 现在用手机看视频 无疑成为大家外出途中打发无聊时间的最好办法 但当你看得兴起 又突然要用手机做点其他事情的时候 你会不会有点不情愿将视线从视频上挪开 没关系 神星古风i5搭载的 Mobile Play悬浮播放器 就能够让你办事看视频两不误 当我们按Home键从视频中退出后 古风i5的UI界面会弹出一个悬浮的画面 我们可以将它随意地拖动至屏幕的任何位置 也能将它随意地放大或者缩小 Mobile Play Store 而当你要进入其他程序的时候 这个悬浮的画面并不会因此而消失 比如我们发短信 古风i5的播放器绝对不会耽误你一秒钟的观看时间 点击画面左下角的全屏按键 它就能重新回到全屏播放状态 非常的方便使用 那么通过以上功能的介绍 相信大家对古风i5又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除了外观上的精致 古风中国也正努力让每一款产品拥有更好的使用体验 想了解更多古风i5的精彩功能吗 请登陆古风中国唯一官方网站 谢谢大家的收看